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不许拜堂 郭先生 郭先生 你这是干嘛 哎呀 干嘛 我是摸摸你额头啊 是不是发烧了 我好好的怎么会发烧啊 你没发烧啊 真的吗 那你为什么 跟别的小姐拜堂成亲呢 我没跟别的小姐拜堂成亲啊 我 我跟秀英拜堂成亲 童巴呀童巴 你忘了 你仔细想想 你今天娶的 到底应该是哪个女人呢 我没忘了 我要娶的人就是你啊秀英 你犯糊涂了吧 糊涂了你啊 爹 走吧 走什么走啊 童巴 你仔细看看 这才是我的女儿啊 我知道 郭姑娘吗 郭姑娘 她是你的媳妇啊 她 她乱说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还在调查当中 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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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吧 那我告诉你啊 大家都听听啊 当初这个朱重八 就在我家的柴房门口啊 和我的女儿抱在一起 还亲上了呢 意外 纯属意外 不不不不不不不 冲八啊 你 你忘了吧 你什么都能忘 但是你不能忘记 你是我郭家的女婿吧 老哥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这也是郭家呀 弄错了 怎么会弄错呢 你们看 这里有他们的婚书 大家来评评理 今天这个朱重八 到底是娶我的女儿呢 还是娶这位姑娘 哪里可可 你去哪里可可 你去哪里可可 大功告成 他妈写的啊 谁都可以写的吗 从此以后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一定要敬重地爱护他 珍惜他 立此为世 若有违背 天地难容 是假的啊 冤枉 这个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我立的啊 我的好女婿啊 你太谦虚了吧 你看看上面 可是你自己按的手印哪 当初你喝醉了 还 还兴高采烈地说 要娶我 这么漂亮的女儿为夫人 你忘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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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什么都记得 就是忘了你刚才说的 这一段了呢 我 你当然会忘记了 你喝酒喝得那么多 怎么会不忘呢 注重吧 我还以为你是老 老实人呢 没想到 你早就学会角途三枯 在外面沾花惹草了 我 我其实很想解释 可是我真的解释不了啊 那他会怎么找上门来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 喂 秀音 秀音 你别走啊 秀音 女婿女婿 我的好女婿啊 你别走啊 顾先生 你别缠我了好不好 你说你搞砸了我的婚礼 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呀 这当上新郎官了 就是不一样啊 穿上新郎官的衣服 还真是挺俊的 癞蛤蟆都变成青蛙了 你说什么 哼 我是说你啊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这婚书上都签字画押了 怎么转眼就变心了 那那那那那那 你别再搅局了啊 我这辈子的幸福 都压在你的身上了 你快点给我做个证吧 哼 我是不会帮你做证的 喂 要是你真的不可帮我的话 我的骑士就泡汤泡汤了 元帅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半仙呢 是啊是啊 不敢当不敢当 不过呢 我这个掐指算命的 在方言几百里 我还是算得上一个的 早就听闻郭先生的大名 没想到今日有人 在埔上得意相见呢 嘿嘿嘿 我今天来呢 就是过来找我的好女婿的 要是再这么闹下去 我看也不是个办法 大家看热闹饿肚子 还喝不了喜酒 这可是罪过呀 既然崇八跟你家郭姑娘有婚约 那我来做主 就索性啊 两个一起娶 两场婚事平成一场半 平场 喂 元帅 您太豪奇万丈了吧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要是让秀英她知道了 她肯定会杀了我的 崇八 左人应该讲新语 你既然跟人家郭姑娘签了婚书 就应该认账 就应该负责 不然人家会戳几两骨的 以后还怎么带兵打仗啊 小钟 在 去 把小姐请来 好 耽误了时辰 再拜堂就不好了 小姐 我不去 小姐 这个死猪虫吧 既然有胆结婚书 那就干脆去娶别的女人算了 姑爷那是喝高了才签的 她都后悔自己犯的错 您就原谅她吧 后悔 我让她毁断肠子 要是我肠子断了的话 你会伤心你会流泪 到最后难受的还不是你自己 谁伤心谁流泪啊 我错了 那随便臭随便打吧 我不坑一声 你这个人 一那么厚 用这个鸡毛胆子有什么用呢 那 居家十八行器 随你挑选啊 哼 你以为我傻呀 我算了自己的手 却冲别人的孤君 我 媳妇你别丢下我啊 你就陪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吧 刚才外面那个也是美人啊 不比我差 可是我只认你这个媳妇啊 那一句话 你能陪我熬过今天怎样都行 我告诉你啊 我要给你们绕路 别走啊 你要走了就把我打包 闯进你的包袱吧 朱重吧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是灭火队的 你今天一个汪清清 明天一个郭玉婷 到处沾花惹草惹的心 你自己解决 不要找我 其实我真的不想去那个姑娘的 你知道吗 那个郭姑娘她的嘴巴比你还堵啊 说什么 冲八啊 袁帅 袁帅 你还磨蹭什么呀 我还是说不通秀英啊 不如这样吧 你让我跟秀英私奔吧 我看那个沟山府啊 也不是个什么人物 应该没有陈友亮那么麻烦呢 亏你想得出 你要是溜了 以后怎么还有脸回豪州城啊 你父子是原家郭姑娘 丢的可是你自己的脸面 不光你自己 以后啊 我也成了人家的笑柄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去也不识 不去也不识 秀英啊 这可是你为人妻的第一刻 崇八能不能过了这一关全靠你了 还有 义父也有意留下这个国山府当楼市啊 找到啊 你也找不到米国山府 你的宝贝 我已经找到你了 去的 我的宝贝 再想到你了 你这一个谓一道 你还不想到我 你还没有 你去的 你一家里 都能吃到你了 我都吃了 我都吃到你了 去的 你要是想走我 记得把我打包 冲吧 妈 媳妇有什么吩咐 去拜堂吧 不会吧 你 你不是不要我吧 怎么会 那你怎么会把我这样 推给别的女人呢 我在想 义父的话 还是要听的 不然 你就把我们都娶了吧 都娶了 我义父有他的打算 我也有我的打算 你要是想在豪州站稳脚跟 除了做元帅的女婿 这个身份以外 还应该要有广泛的人脉 不是吗 这个郭山甫 虽然是个走南闯北的算命先生 但是 他三教九流的人可都认识 在安徽北部 有广泛的人脉根源 如果将来 你要征兵 你要谋划 都需要他的 如果他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我想义父他 也不会刻意地为难我们的 现在他执意要留下这个郭半仙 只要义兰 不就委屈你了 委屈一点没什么 成了亲 就不能像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 你要成就大爷 我没有理由不帮你 秀莹啊 你来了 义父 我想好了 秀莹啊 你想通了 既然 郭先生的女儿 玉婷姑娘 和崇八有婚书在 那 我强足也不太好 再说 有别的姑娘喜欢崇八 说明崇八 有魅力不是吗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玉婷 换件衣裳吧 穿着白衣裳不吉利的 小赵 到我的屋子里面去拿件红衣裳来 给郭姑娘换上 是 姑娘啊 这个婚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我女儿是正妻啊 姑娘 那就委屈你做二房了吧 既然我被我爹硬拽来了 让我留下我没问题 让我嫁给朱崇八 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名份上的排序 我是不会让步的 婚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呢 你这拜堂只剩一室 如果按照婚书的话 我该大 你该小 既然纷争不下 那就让崇八来做主吧 那就最好了 真的要谢谢元帅 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决定啊 你还低估什么 快决定吧 那既然你给我这个选择权的话 我的决定是 老五学名 你是秀英啊 那好吧 今天是崇八大喜的日子 我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就请人给他测了个八字 想给他改一下命 崇八 崇八 交叉太难听了 崇八以前是苦出身 原人践踏我们百姓 连个像样的名字都不敢取 今天我偏要给他取一个 堂堂正正的名字 让他以后堂堂正正的做人 等等 我今天呢 也给我的好女婿崇八 准备了一份礼物啊 叶山啊 咱们有缘分呢 怎么就想到一块去了呢 你看 我给他刻了一个印 这个名字呢 就刻在这方印章上面了 你取的是什么名字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 朱远章 太巧了 我给崇八起的也叫袁张啊 张 归之上端 萧曲一角 归之上端 想把锋利的匕首 我希望袁张以后 就是那个直捅援军心脏的 锋利的匕首 听到了没有啊 你看看 你的两位仗人 已经把你的未来都设定好了 你不信都不信 好啊 那从今以后我就叫 朱 朱 远章 对 叫朱远章 远章 再加一次 远章 再加一次 远章 朱远章 提醒你吗 提醒我什么 那岳父大人不妨直说 那我告诉你啊 往那边看 今天晚上啊 那边上空啊 会发出红光 只有我知道的 你往那边走 那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如果你不去 噓 噓 不好啊 噓 这去西方 就前途无可限量 要是不去的话呢 呃 就不好啊 对对对对 对吧 你说的太对了 也不大人 真的假的啊 当然是真的咯 你是我的女婿吗 我还会害你不成 行行行 小雪啊 明记于心了啊 去西方我就会发达嘛 哈 我记住了 我先去找一下秀英 然后再去西方啊 你走错了 往西方走 找秀英 你怎么往那边走啊 要往那个方向走啊 不不不 我要找秀英啊